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 芒果冰店店員 趙烏生喊得響 這一團是來自新加坡的觀光客 午餐後就過來 午餐吃什麼 鼎泰風 來到永康街 就是要吃鼎泰風 然而現在鼎泰風 決定要去成分店 比照總店 除夕 初一都休息 讓百貨業者緊張到急跳腳 就怕少了大牌加持 人潮也跟著掉 那永康街這一頭呢 對永康街而言的話 鼎泰風 因為原本客人就非常的多 那他們除夕或初一沒開 當然客人會做一些分流 那就是分流到我們其他的店家 他們會吃高季 就是他同業 高季的話 每年初一都會大牌藏龍 對 吃完的話 就會來我們這邊吃芒果冰 不怕不怕 這是過去的想法囉 因為少了鼎泰風 以觀光客為主力的永康街 人潮分散效應下 包括和鼎泰風類似的高季 除夕大年初一 每年都爭派人手 又或是會在路口 位置絕佳的杜曉月 成了遊客首選 甚至還取代盟主地位 肯定是都選 當地業者說除夕當天 配合傳統習俗回家吃團圓飯 永康街店家和其他地方一樣 八成以上都關店 只有成街團圓飯的餐廳會有開 但大年初一 則多數都會開門做生意 但僅限前半段 大火快炒香噴噴的打拋肉醬 和Q彈麵條 成了讓人難忘的滋味 這是隱身永康街小巷弄內 和牛肉麵一樣火紅的必吃美食 那你像我們這些小吃的話 基本上是休息會比較多 後半段這邊都大概就修到初一 每一個頂在一封 應該是多少人潮應該會減少 既然說何時來 除夕能免則免 初一則是只有大餐廳和芒果冰 初二則是整條永康街 過年想到此一遊 記住這美感就對了 既五星晶圓禁語 台北報導 12月28日起 中天綜合台 黃金九點 讓愛飛揚